听过尬戏的 但是第一次听到尬综艺的 长见识了 尬综艺能保证作品的质量吗 能啊 我连续两次都第一名啊 都第一名啊 都第一名啊 怎么了 啊不是啊 而且我想澄清一下 你有点过分 尬综艺不代表不努力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不是啊 而且我想澄清一下 其实我没有尬综艺 只是接得比较紧而已 嗯 就是就是当天 就是那天晚上结束就到这儿来啊 不是啊 不是李文汉尬综艺 也是综艺要尬李文汉 哦 哦 尬综艺 尬综艺 下一个 我说说我这给的是跳跳糖 那么可爱 然后我说哎呀唱的不行 怪不得走到哪儿都是舞单 哎 那人家跳的好呀 那还谈的 我觉得先不说前面那个唱的行不行 他说我走到哪儿都能成为舞单 那证明我走到哪儿跳 我都是最强的 对 是的 而且 是的 是的 而且他唱歌比我们好 好 唱歌就是很好 好 对 唱歌也很好 Seloo Seloo 对 哈哈 当你们看到妈妈的时候 就会知道小丁的实力了 唱歌 Ja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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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是这个 对他说 我就是缺一个机会 一个舞台 好不好 我会展现给你们看的 我会有一次机会 我会纯唱不跳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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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说不懂就问 对 你不会以为自己真的在唱Rapper吧 哈哈 哈哈 然后 然后给我送的是烧饼 然后我跟这位粉丝说 你不会以为这个是叫烧饼吧 哈哈 这个春去东来 时光飞逝 世界不停在变化 嘿 嘿 这叫快板 懂吗 嘿 其实当时来的初衷 我 我是想在这舞台留下一点点回忆吧 想让我儿子以后看我这个 确实他爸当年还当过爱豆呢 就是一定就要做出一点点优秀的成绩来在这个舞台上